对于美联储局激进加息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担忧 令美股在上半年长期承压 美国五月核心PCE指数同比上升4.7% 创了7个月的新低 截至收盘道指下跌253.88 跌幅是0.82% 报30775.43 纳指下跌149.16 跌幅是1.33% 报11028.74 标普500指数下跌33.45 跌幅是0.88% 报3785.38 美国三大主要指数在6月份都是跌幅较大 整个的6月份道指供下跌6.7% 标普500下跌8.38% 纳指在6月份累计下跌8.71% 为连续第三个月的下跌 投资者从以增长为导向的市场领域测出 以科技股为主的指数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利率上升高成本成长型的科技股所承受的未来利润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目前纳指较11月22 创下的历史新高已下跌超过30% 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今年遭受重创 其中Netflix下跌1.96% 股价已经缩水了70% 苹果下跌1.8% 和谷歌下跌2.57% Alphabet下跌约22% 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Platform下跌51% 拦腰斩半 在今年的上半年道指下跌15.3% 标普500指数下跌20.56% 创下1970年以来最大的上半年的跌幅 纳指下跌29.51% 欧美央行关于坚定加息不惜造成经济放缓的言论 瑞典的央行突然加息家居用品公司RH发布盈利预警 加剧了美股的下行压力 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和欧央行行长拉德加周三表示 即使遏制通胀的举措造成经济放缓 他们也会继续加息 这就已经对他们的激进加息表态做了最大的支撑 分析师称 这两大央行行长的讲话显然让投资者感到担忧 美国高端家具连锁店RH在礼拜三下调了2022年营收的预期 毕竟高消费对于其产品的需求将在今年下半年持续疲软 美国总统拜登在礼拜四在马德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 美国人需要忍受多久长时间的高汽油价格 拜登回答说 必要长的时间 拜登并且称汽油价格的上涨是俄罗斯所导致的 因此他甩锅把油价上涨的罪名归罪到俄罗斯 礼拜四经济数据面美国劳工部报告称截至6月25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升至23万1 预期是22万8 前值是22.9万 分极人士称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正在慢慢增加但低于30万的门槛显示经济状况依然非常健康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裁员迹象就业市场仍然紧翘 美国商务部报告称美国5月消费者的开支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 预期上涨6.4% 前值上涨6.3% 扣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不计 5月核心PCE指数同比上涨4.7% 预期上涨4.8% 前值是4.9% 以上就是2022年6月30号第二季度也是上半年最后一天的经济以及股市的缩影 谢谢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的Podcast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手机上登陆sb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 首页下方点一下Broadcast的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请记住登陆sbcmedia.net 首页下方点一下Broadcast的Play按钮就成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GMCC万通贷款 James见时间 James你好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在我们GMCC万通贷款 跟大家分享这下最新的贷款的形式 最新的贷款的形式 对 这个是我们盼望要知道的 那在这种环境中 那我认为您作为GMCC万通贷款的负责人 您一定感想很多 那在您从事了十几年 二十年的贷款的行业中 有没有碰到过像现在的情况 您讲得非常好 其实我想今年的情况跟2018年蛮像的 但是我觉得利息涨的概率就当然从成续贷款讲的话 因为大多数过去两年利息低马很多朋友进Rocking 非常好 那么Overload利息还是一下子高了蛮多的 差不多2到2.5左右 但是话讲过了 这一段时间跟郭明洞的话呢 其实高了很多 差不多靠近5嘛 但现在我们公司有很多好的Jumbo Program Jumbo 大欧贷款 大欧贷款非常重要 这就很多我们湾区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嘛 我们CCC其实专精大欧贷款 就是Jumbo非常好 还有Non-QRN的所谓 Non-QRN的所谓就说你要Rent the cash flow啊 或是你自雇的话 有很多就说 Like Simon啊 用那个Revenue的Qualify 你会用市场的Qualify 很多部分就会帮到大家了 这个情况下 但是就大方向讲利息涨的时候 其实很多朋友说 你不要买房地产 对啊那你买股票 股票不是也跌了一半吗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完全讲很绝对的哈 就说任何行业里面都要铁口一张就这样讲 我会觉得大家要非常careful in value situation 就说你这个情况下 你当然如果你自住的话 还几岁 如果你靠到房子喜欢的话 还可以考虑了 因为相对来说 你说Hit dollar口很多 像我们二几年前买房的利息 都是七点几八点几 所以四年前还相对比较低的 如果Proming 你有这个需求嘛 但是这可能会打过来讲 很多买Rental的话 大家就觉得可能会谨慎一些 因为你现金就是不如以前了嘛 这个集权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 这几个月今年啊 从去年开始 我们一直在扩展到外州 因为我们湾区团业 其实我觉得加州的人是非常fortunate 很entitled 就是说我们跑到德州去 一半人是加州来 跑到佛罗里达 一半是纽约 一半是加州过来 还有我们最近在Georgia Atlanta 就整个Georgia州都可以 那些地方很多low end cash flow相对来说 还比较positive的投资基础很多 还有我们最近那个pandemic以后 不是很多朋友就说 Google、Facebook、whatever 来他们很多work from home 有的人很聪明 就跑刚才work from Hawaii 不下去了 当时他给了work from home 说second home啊 或者prime都有 这样的话 我们公司其实 这么好的大额贷款计划 等一下会具体介绍一下 现在已经available 在Hawaii已经有了 第28个 29个都是满摊了 然后这一切非常exciting 我们Georgia已经upfool了 所以可以帮助大家 在整个美国的sense都可以 不管是primary 还是rental 还是non-QM 还是conformance 不要relential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了 一到四个unit OK 但是我们有些non-QM的可以做 有机会做到巴克 甚至四个unit 具体要看情话 但是我们公司 相对来说做一个direct lender 好 我们还是focus做relential为主了 我们在针对这个purchase 物主自住屋 还有投资物业 我刚才听到James讲了几件事情 我觉得我心里面是蛮impressed的 那么就是您提到大额贷款 大额贷款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您又提到在全美 恭喜您已经GMCC在全美国 有30周都设立自己的分行了 这个跟人在加州办外州的loan 是不一样的 因为要拿到的license是不一样的 是否可以让加州的居民觉得说 我愿意买投资物业 但是在加州投资物业的房价 不能跟外州那么便宜相比 那么GMCC适口可以帮助到这些人 到外州去买稍微便宜一点的投资物业 而照样用Jumbo好的program 比较低的利息 来达到自己买投资房的目的 没错你讲得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有几点在这里面 第一个其实外州的房子也没那么贵 像我们以前有一阵子还做个20%的 通过美享用的利息特别低 想说5.2% 5.3% AP 这一个月之前了 那最近整个利息涨上去 还有一些program 对 特别一直不停有 那重点就是外州其实很多 弄超过64万7 它就算奖母是第一点 你用奖母真的不管是rental 不管是pramer 真的会很低啊 就是如果你qualify 当然你要qualify reserve DT啊 credit 这些要qualify的情况下 但这个option真的非常amazing 就是说你多大一点一点 以后便奖母利息会低很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就像您讲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加州有些分散投资嘛 其实我们现在公司你相对来说 加州大家inventory房子也不多 那大家比起halotin也买pramerate 那很多朋友其实我们最近 还非常多inquire 大家都在分散买外州的现在 North Carolina 大家就知道Duke在那边嘛 有一个North Carolina的 很多人在投资 NJ為什麼呢 NJ靠近那个北一点点 就纽约很近啊 半个小时到纽约了 才百度啊什么东西的就过去嘛 我们那边有branch的 当地的非常有经验的 loan office的branch partner 帮助大家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locating是很重要的 不能仅仅个来自制还是民用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 D.C啊 Matterna啊 Virginia 大家就知道 D.C是政府盟 他们过来讲的事情 他们说 建长 你们硅谷好像很厉害一样 是什么宇宙中心 他们说我们D.C是美国中心啊 我听到我要很恐怖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也对用 我叫美国中心啊 管真宇宙中心啊 对呀 首都嘛 对呀 所以说首都里面非常多的讲博 所以大家很多次有的人 诶我们刚刚 你竟然讲到吗 很多朋友从这边会搬到D.C去 来 德州搬到德州 或者到佛罗里 整个美国基本上 我们三十个州 cover了很多个 当然我们很快就会去纽约了 纽约跟它长得还没好 可能下面就今年会很快 很多州都会出来 其实我们公司下半年的话 基本会cover四十几个州 大家想得到的都 我记得上次跟您交谈 差不多几个之前嘛 有人说纽米西哥 我们都有了 所以我们很听大家的feedback的 如果你们跟莉莉一起一见 哎呀 今天是不是扩展 一起跟她说 我们尽量听大家一见 China 纽米西哥 很多州都有了 反正从西岸 巴里兰娜 甚至满塔纳 来 就是说 派克萨斯啊 佛罗里达啊 你往北走啊 就是说 陆德州啊 我们都有了 哇塞 很多是当地的罗奥菲 他们很有经验的 其实他们当地的罗奥菲 也很熟 我觉得这样的话 为大家真正提供更加好的 大款的服务和计划 利息各方面 因为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你关于来生还是不行的嘛 很多人就不懂 他以前跟加州人 跑到一个东部什么地方 忘记 陈德州 他说我要喝了两个礼拜 那家笑着你呢 他里的州 是用罗奥菲 怎么喝两个礼拜 不知道两个月 你这个不懂的话 就是说罗奥菲不懂 这样就非常challenging的 你这样的话 人家觉得会你们公司 怎么怪怪的 就是说 所以说呢 我觉得一定要有local的panet 然后再借助公司的特币 这样跟我们在湾区的 或者整个美国的消费者 还能真正提供贴心的 customize paylor的贷款的负担 利息会非常厉害 有要益竞争力嘛 肯定是了 这个我想湾区的一些 他们以前讲过事情 他说哇 您在湾区做这么好 一个在波士顿的嘛 那是一听我们在湾区 就说那利息非常 他就知道 哇 你们这湾区人 你出来肯定一息地的 他说湾区很多工程师 有很多情话嘛 他因为highly educated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有那么多invest 我们自己underwriting 几百万的loans 还自己fundle 来我们有很多investment bank啊 还是fundle 所以有很多方处 等一下我可以介绍一下一些 非常好的program 跟大家讲一下 小湾区的program 可以稍微停一下 嗯 嗯 好好 那已经在不同的30个州 都设有据点了 那我听说呢 这个夏威夷 的确是有很多加州的人 把这边的房子都卖掉来 当然他们已经到了 early retirement的年纪 他们就真的耶 就搬到夏威夷去了 所以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哇 那个地方离加州也不远啊 也是风和日丽了 也是大家 以前没有covid的时候 每一年都至少去个一次 两次等等 所以这个我也可以想象到 那您提到的很多州啊 譬如 哎 Georgia啦 这种地方 您是经过市场调查 觉得那个地方 华人也很喜欢吗 对 没错 你不要说啊 我可以解释一下 你讲的Hawaii很好一个地方 好 我讲一下我们公司 讲说你去 我顺便先讲一下 加坡Hawaii的话 我们公司如果 如果你7%大或者15% 7%大没有某个影响 谁带到300嘛 哎呦 哦 哦 当然啦 如果你穿10%大没问题啊 你的GiftBound 你如果钱不够 你干嘛穿10%大 你的GiftBound 不仅可以做down payment 还可以做reserve 所以我每次跟他们开玩笑 小朋友对Planet 如果奥必定一点的话 我们A10Planet 不仅可以做down payment 还可以做reserve 所以说你要自己qualify就行了 哦 甚至你多了qualify 我们还可以临时 None Occupon Co-bottle 就是Galaxy Co-zone 哦哦哦哦哦 放他做co-pay 但是自己的名字 不要放在title上 也很多choice 所以说我们大额贷款 用那个agency 所谓的AOS啊 就是conforming的材料 来做假务 这非常flexible 很多时候大家说 哎呀我印象差一点 百分之五十五什么 哎 因为很多资产嘛 很多的官区 很多的股票说 哎 我们可以Effectification 你也可以做Fordog 而且它不是囊区又比较高 Effectification 如果你有很多钱的话 官区钱还是比较多了 iPhone的话 iPhone就很有帮助 对不对 然后呢你reserve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退休账户 对 Tarmac上来做 百分之一百 没有hack 真的不错耶 然后如果你的reserve 你去买200万多佢 假设200万多佢 tarmac上去 如果我们论 这个apro不出来 甚至最少reserve 六个月的PR加200万多佢 那这个真是非常好啊 所以这我觉得 大家很多买房子 会帮助大家 不是每个情况都用得到的 如果你真用得到 就变成我们的test case了 哈哈哈 呀呀 哈哈哈 未强不可 未强不可 哈哈哈 就当payment啊 当payment啊 reserve啊 然后icredit啊 当然很多情况下 我们最近还有一些 可以说到F1EAD卡 就是说学生签 等一下F1 有EAD卡 工作许可的 STEM都有机会 可以有奖博的 当然自己每个人的情况 还在看一下 Informal history 什么还在看一下 都有机会 所以我们公司奖博国很强 可以等一下去讲讲 其实我们都会 Travel到Atlanta 很多地方可以 对不对 我想这个奖博国非常好 如果大家 不管是 其实我们上次建议 这个平台 我觉得非常好 当时在Travel Trump先开 父母就跑完嘛 嗯 孩子就医生啊 他就说 他心里直接叫他买房子 那医生 孩子都不急不急 我说你叫我们贷款 我们帮他做事 一对一 分析一下他就好 他非常高兴 你父母讲 一般想还不听 哈哈哈 有的时候他就说 一讲太多了 那我说 我们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不是一定要你贷款 对对对 分析一下你觉得 有没有Tex benefit啊 你手付怎么样做啊 甚至Tempercent手付少一些啊 有些Medical Professional Program啊 就很多次 其实我觉得 这样的话 为大家提供非常好的 Information啊 我们叫Infoam的解释讯 还是蛮重要的 特别是马铁上方向下下的话 你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 先再讲一下 我们公司的Law Offit 的Training 这个Training 是不是可以等到我们 今晚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再讲 好的 今天会有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同时在下半场 我们还要谈到 GMTC万通贷款 不同的Purchase Program 您听听看 是不是有一两宗 对您是有帮助的 要走开 马上回来 资深贷款顾问张力 清华金融本科 分析经济发展趋势 分享GMTC万通贷款优势 著名中医师朱里周 从中医角度分析 导致抽筋的原因 并提醒观众 需要警惕COVID-19卷土重来 独家冠名赞助 GMTC万通贷款James Jean 其贷款顾问Tiffany Wang 介绍买房优质贷款项目 7月2号 3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Max Roe Cupertino 已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育满湾区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oe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 Roe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Steel Max Roe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 Roe Cupertino 请下贝拉网 408 307 5056 408 307 5056 炒股票就找 用20年金字招牌的中文投资网 旗下美股EIP直播 全时段覆盖美股开盘时间 十盘交易展示 教你如何炒股 请拨打电话 800 958 8561 800 958 8561 微信 Chinese FN 168 咨询 王若美会计师事务所 专精各种税务查账 集合税务规划 台外资产通报等 各类税务问题 20多年的专业经验 未明省税 电话 408 998 1688 或网址 oneaccountancy.com 好不容易找到 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 可是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d Game 哲宇教育开课了 AP SAT 网络课程 全美最优狮子团队 超过20年教学经验 帮助超过75%学生 AP数学满分 超过90%学生 SAT成绩显著提升 今年3月正式开课 提早报名 想优惠哦 快与范语联络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详情请上美国范语集团 范语教育官网 education.transglobalus.com 或致电888-831-8868 888-831-8868 询问详情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技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下谈详情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GMCC万通贷款的James Jean 在我们的线上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现在是否还是在每一个礼拜三下午两点钟 举办Open House 还是用Virtual的方式呢 对我们现在还是每个礼拜有Open House 欢迎就是从行有兴趣换跑道啊 看看别人 你的利息涨了很多 真的需要非常好的program 仅仅是做成功名是没有办法的 我觉得我们公司Jumbo啊 Jumbo Express啊 NunQM啊 这么多program可以帮助大家 每个礼拜三早上十点钟 但是你一定还是要RFVP的好吗 那你可以发Inmail到info.gns.com 或者直接转信到 650-996-1982 650-996-1982 我刚才听到的是礼拜三早上十点钟 这个是加州时间 是吗 对您讲的好 我们其实真的有很多外州的很多贷款顾问Jumbo 如果在德州的话就十二点钟 在中部的话就一点钟 我们很多有福罗里达啊 迪西亚啊 迈利亚啊 北京啊 Jumbo 它们就是差不多一点钟 在德州中部的话就是十二点钟 然后十一点钟的话 应该Cloud很中间 就是我们真的是multi-state Multi-state company 我们选择时间也考虑到每个州的law office 网络最近还蛮多law office 他觉得真的是生意很恰烈 但是我们公司的program 架目真的非常好一点 而且关键我们很多train 每天礼拜有四次train 一个sales marketing 怎么去让更多消费知道你 还有很多technic training 还有Q&A session 还有相关公司 你90天的law office 怎么在公司这么好的系统里面 真的有很大的忘博 我每次跟他们讲我 这个train program 但是你要让大家所慰嘛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 真正性的贷款计划 对 这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们这方面 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law office过来到我们公司 都说 哎呀哪个公司这样教我们的 他说我以前在别的program 都说没能教我的啊 能不能带 哎呀 这样子就得到了benefit 还有如何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客户的benefit 就更多了哦 百中医的GNCC 没错没错 我就希望我们提供 非常真的hand-down的服务 为大家 对 包括law office这样才 中国law office 可能设我们更多的消费者嘛 你跟情况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 那应有30个州都有你们的分行了 你还打算继续扩大吗 对对对 我可以证明一下 我觉得今天您讲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当时到Atlanta去啊 我觉得我本来 这个话大家如果到Atlanta过来 基本上升级 我以为那个地方真的很荒漠的 他们英文夸张就是 Where will never lay act 没有啊 Atlanta是一个transporting hub啊 很运行中心 据说还Google有一个很大的hub了 抓住他可以跟他边 我那天飞机下来9点多钟 拆了半个多小时 我跑到华人去那边 整个一路上冬火聪明啊 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出去走走 冬火聪明啊 你别的韩国啊 我觉得这个Atlanta 非常多朋友要出去 也可以出去的话 当然你也要 就是不能东买一个西买一个 你还在熟悉嘛 对 所以我觉得Atlanta的 cash flow真的不错的 也是可以考虑了 不是一定要怎么做 一个option嘛 因为这边cash比较差一点 因为我觉得整个market 如果一些成期涨啊 market比较challenge的时候 cash flow还是蛮重要的 当然加工的话 还是application比较多嘛 这两个东西啊 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 相簿的话 primary 有很多buy without sell ok 那我们的rent cash flow 那回到你刚才讲的 其实我们还是在扩展 差不多增加四个州 纽约是最大一个 然后我们 Nevada也很快了 South Carolina 还有蛮多州 我们基本陆陆续续也会靠到 基本都差不多 差不多四十几个州吧 如果我们华人朋友啊 或者加州啊 外区的朋友 有什么想法 推荐我们怎么做 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 因为我还真的还得到蛮多电话 他们说New Mexico啊 他就买些cash flow啊 什么Kansas啊 以前我都不知道啊 还有Mizzouli啊 Oheu啊 我们都去过 哇 我觉得这些市场还是蛮大的 我们差不多 我们Fizzco都跑了很多地方了 感觉上有点像 有点体会竞选的 会感觉到感觉到感觉到感觉 对对对对 还有一点像这个 股票要上市的road trip road show 对对对 我觉得很辛苦 不过我觉得很exciting 真的看到人家当地的情况 我们好的贷款计划 可以帮助大家省100% 省了0.5% 省了很多事情 省了0.12% 真的太傻了 我觉得你少数话也蛮多 都可以帮助大家 特别的利息涨的情况 更加明显嘛 对不对 你说你这8-7跟2相差不远嘛 但是如果你说 哎呦 现在5个方向 你提供我们叫4.5 或者4 那就相差很远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 能够为大家提供 真的比较好的贷款的利息啊 还有那些program 或者structure in 将部来做的话 就非常简单 好 现在进入今天的重头 就是要请GMCC万通贷款的 GMC来讲讲 贵公司 在现在的利息环境之下 比较占有优势的purchase loan 真正的几个好的program 对 好的 很好 我很想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刚才真的这个 多么时候跟一个朋友散布啊 人家说 他就很怕这个问题 他说我都好玩意买房子 然后我就买个second home 你知道吗 一般second home 大家都应该知道 Fannie Mae Fannie 买31份以后改过了 second home Fannie Mae 逆去是很高的 基本上跟AGC很接近 但是如果你去买个一两百万的房子 你是在供后 25%到30%上 你的利息的owner会很接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如果你的rental profit 你放35%到40%左右的话 假设你多发一点加募的话 你的这个加募 像今天 我可以讲一下吧 10年2基本差不多 4.375左右 假设no-prong APF 怎么4.5 Oh by the way 每个时候都不一样了 东部还可以这样子一样 那么你这个时候 每天你就会变 假设你FICO是780 LGBT 还有是rental 你最多不能超过4个 有些条件限 但是利息如果做到 low4的话 rental加募的话 low4APF真的非常低了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非常attractive 很多大学都应该知道 基本上利息来说的话 你的rental坑复 你说它不靠近5左右了 甚至5.5啊 5.375啊 APF whatever 所以这个如果你做到4点几的 加募的话 用加募普段做 那就非常有竞争性 而且我觉得真的帮助到消费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拒絕呢 当然肯定有restriction的 嘛 因为贷款要深刻的嘛 这个是要查收入的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我也讲一下 如果大家去买rental profit 他说 呀我退休啦 我说self employee 我也不想卸那些taxal return 我也不想卸info 哎没问题 你去买rental 我们rental的DF啊 就叫dance service coverage ratio 甚至我们可以做到unlimited financial profit 大家都知道一般的rental danymay只能做10个的 哎 我觉得那个力量 你在书中里面主题都很高的 上次我考大家danymay 消费者都知道 那观众里面竟然还说danymay 她都知道10个啊 我觉得他妈 我是很shock的 我们的watch的消费者真的厉害 真的很聪明 谢谢你啊 那天你们的boost里面 人占的非常非常的多 并且是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哎 James啊 那天去的人 其实我从其他几位嘉宾这边 得来的feedback 也是认为 历年以来 来参加的attendees 的水准是今年最高啊 说他们问的问题都非常高深 我这当心需求就很明显了 他很多都来的还真的蛮懂的 说实话 有的人知道 把小孩买房再讨论一下啊 最多只能值得 他就想 哎呀那我也担心你可怎么办 我们光觉得很有钱的 他说 呀我就不要看收入啊 看informer 没关系啊 你cash flow付的也可以 而且我们gift fund 还可以作为党配们 和cash flow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你可以unlimited 就是说 cash flow可以小1 甚至0.75 甚至0.5 都可以啊 所以这个no ratio都可以 还有的话 那个rental 我蛮好说强火的话 查数里面到20个强火的rental 也非常厉害 但是这个DSDR可以做成unlimited 所以这是我觉得 这些产品 我们小费还是蛮需要的 因为你通货膨胀 讲到底 通货膨胀 你还需要 enchant information 当然你买些股票 肯定肯定要等到上贷一些 买些什么产品 不过房地产 你需要tangible的一个asset 也可以讨议嘛 对 这还是蛮重要的 看得到摸得着 嗯 还是蛮重要的 是 是 好 那请预估一下 如果说6月份和7月份 10年公债的回收率继续增高 因为看样子 联储局现在的重心 就是要把通货膨胀 不管怎么样就要压下来 那你觉得这个房地产市场 还有贷款的市场的前景 在第三季度大概会怎么样 如果就罗普马来一下 整个这个马开枪 基本上普达西要减少一半 还更多 整个市场 因为你看 在基本上6月份 它明天美洲会涨到0.5左右 7月份还会涨一些 肯定就up and down 而且到消费者会 相对比较high的平均 但是他们 我看那种论法很有意思 他说外州很多地方都是over value 尽量说加州湾区的 才是under value的 因为他可能觉得 加州人的银卡还是比较好 但是相对来说 如果有recession的话 相对来说 high tech受到影响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这个我觉得 湾区加州的还是比较 那就intitled一些 就是大家可能填弃好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说 你要买自己买 这一部分 我觉得大概就是 你要是有这个更新需求 另外的话 rental的话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 不管是conforming rental 还是jumbo rental 如果cash flow好的话 可以考虑嘛 因为你资产还在风产投资 你如果很多朋友讲过一个事情 你把那个房子pay off了 那你就没有升值了嘛 钱不值钱嘛 你在前方的银行一百万pash 一副正值嘛 就是前方值钱嘛 中复盆栽以后 就越来越副的钱 那你真的没办法 所以大方向我觉得 当然大家可以carefully 考虑investment 但还蛮多的一些考虑 在看investment比较多一些 相对来说 当然也很多朋友 在考虑换房子 也蛮多的 就是说自住屋的话 就是刚需换房子 那主要的 还是调一些比较好的地区 但是矽谷湾区 大家也知道 房价都是相当的高 虽然可以afford的人 也相当的多 但是投资物业 很多人都要想说 我有谁谁谁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那现在OGMCC 已经到那个地方 有branch了 那么就请他们帮帮忙 那听到这个广播 就请跟GMCC来联络 联络的方式 就是网站以及电话号码 Please 对对对您好 就马上他们直接到我们公司的网上 叫GMCCLoan.com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apital 和GMCCLoan.com 他们当然也可以叫做 打电话866GMCC位 不过你直接联系我们公司 有470多位的贷款顾问好 你身边呢 没有的话你真的欢迎 email.info rnfo info gmccloan.com 不过你真的可以在那个网站上留言 我们会安排比较好的 网站帮助大家 叫GMCCLoan.com 因为根据你的情况 那你要提供一下情况 你到底在哪个州吗 我们公司真的有很多州 所以我们安排 当地州的贷款顾问 为大家负贷 但它是蛮重要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外州的投注 也就不像周围先 加州的话还是primer为主 对 好的 非常感谢James 好 非常感谢你 谢谢 好的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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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的podcast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手机上登录sb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 首页下方点一下broadcast的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请记住登陆sbcmedia.net 首页下方点一下broadcast的play按钮 就成了 资深贷款顾问张力 清华金融本科分析经济发展趋势 分享GMCC万通贷款优势 著名中医师朱里周 从中医角度分析导致抽筋的原因 并提醒观众需要警惕COVID-19卷土重来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James Jin 新贷款顾问Tiffany Wang介绍买房优质贷款项目 7月2号3号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b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b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bc 他打造传奇开启传统 横跨数个世纪的工艺与美学 以卓越技术记录无数美好时光 宝基tradition晚表 承袭宝基大师经典怀表设计 金纸表盘搭配细腻手工雕花 完美呈现永远迷人的时间艺术 回顾传统远瞻未来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Malefair CH Premier 病情看得准 却未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藏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 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龟虎销售冠军 德里昂地产 请勤奉上 26301 Silent Hills Lane Los Altos Hills 五星度假胜地 五房6.5欲 7709平方尺 占地3.14英亩 要价1498万8 97 Ridgeview Drive Asiton 欧式宏伟庄园 六房7.5欲 9107平方尺 占地2.16英亩 要价1198万8 详情请致电 德里昂650-785-5822 650-785-5822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 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迪利昂Reality时间 让我们来欢迎 来自德里昂地产公司 负责华人市场营销的Pamela Tau Pamela非常欢迎您 欢迎您再次来到 我们的节目中做客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Pamela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 和大家一起聊一下 矽谷房地产的市场 当然好 当然好 我们太欢迎 我们今天呢 首先是想来聊一聊 弯区房地产的市场 弯区房地产的市场情况 我们知道 随着美联储局 反而是进入4月份以来呢 我们自己接到新的listing的邀约 比以往更多了 5月份 这个月我们目前上市的房屋是8号 接下来还有9套等着上市 那一共17套房屋的数据 对比去年同期5月份 来看呢 这个房屋的listing还要更多 所以说呢 从自己公司的这个业务来看呢 我们觉得卖家目前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并没有受到这个房贷利率上涨的影响 不敢卖房 另一方面我从MLS的数据来分析呢 可以看到 今年12月份 因为Inventory就普遍较小 Fanta Clara County的成交数量也是非常低 不过进入到3月份以后呢 就基本上恢复了 3月份在Fanta Clara County 一共成交了1514套房屋 是超过去年同期的 而4月份呢 成交房屋数量是1611套 比3月份还有所增长 其中进攻Family Home的成交数量是1053套 Fanta Clara County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3月份成交数量是达到597套 比1、2月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而去年同期3月份比呢是持平 4月份呢 总共成交了616套 其中进攻Family Home呢 是成交了448套 这样看起来房屋的成交数量并没有减少 房价是否有下降呢Pamela 从我们公司自己listing的情况来看呢 目前收到的offer呢 普遍都是multiple offers 而且有不少是all cash offer 并且所有的成交价格也都是要高于挂价的 所以呢我们公司是没有感受到一个房价有下降的趋势 那从MLS的数据来看呢 在Pamela County的房价是从今年1月份起就是一路在走高的 1月份的房屋成交价的中位数呢是1.38Million 到了4月份就已经攀升到了1.61Million 这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呢 足足增长了16.7% 平均也就是每个月房价要增长5%多 而同比去年同期4月份呢更是有17.2%的增幅 那目前这个数据呢也是创下了record high 其中Santa Clara County Single Family Home的成交价格的中位数已经达到了1.95Million了 那Santa Town County呢房价也是一样都是在一路标高 4月份同样也是创下了record high 达到了1.8Million 其中Single Family Home的成交中位价呢 是达到了2.25Million Pamela 无论是房价还是成交的数量都继续在攀升 这个现象是发生在所有的城市和户型上 还是只有某一些的城市 某一些地区和某一种户型呢 从数据上来看呢 Single Family Home的房价和需求依然是走峭的 但是在Condo和Town House这两个户型上呢 就略微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比如在Summer Town County 3月4月份Condo和Town House的价格就是有走低的渐强 那3月份的Town House在Summer Town County呢 它的成交价的中位数是1.39Million 比2月份是减少了15.7% 那Summer Clara County 3月份Condo的这个数据呢 比较前几个月呢也是继续在走低的 仅为79.5万美金 这个现象的出现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Single Family Home的房源 在3月份开始就陆续又恢复正常了 这让不少一开始在1-2月份 没有房源只能转占 Condo或者Town House的买家呢 又有信心回到了Summer Family的战场上 所以造成Condo和Town House的可能价格又走低 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是由于现在走高的贷款利率 对于部分人群来讲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比如说对那些可能只能负担一些小户型的 普通工薪家庭来说 他们在计算了一下现在的利率之后呢 发现每月的利息啊要超过它的可负担能力 所以不得不去降低买房的预算 或者可能就取消买房的计划了 不过对于那些本来就手持大笔现金 可以负担大房子 可以负担经负Family Home的人群而言呢 现在贷款利息增加 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太多 所以他们还是有能力去负担经负Family Home的 丢了几百万的权限 目前在我们公司的这个offer当中呢也是经常会看到 嗯好 谢谢Pamela的解释 那这样说来呢 目前尽管的利率是一路走高 但还是抑制不住买家的热情 湾区的房地产市场没有slow down 不过我们知道接下来呢就要到暑假了 是传统房市的淡季 Pamela那您对于未来几个月的市场怎么样预测呢 确实就是按照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呢 一般到了暑假这个时间 就是孩子们都会放假的一个季节 所以很多家长都会趁这个时间呢 带着孩子们一块出游 所以房地产市场上面呢 就做少一点的房子出来 然后看房的人也较少 就形成了一个相对slow的房产暂季 今年呢如果也是正常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下 估计也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 那我们公司呢也是为了应对一个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slow season 的这个情况下呢 现在推广了一个现实的促销活动 叫做Summer Flash 活动的机制呢就是 在5月25号之前 与我们公司签约 并且把房子在7月4号到7月22号 这个Summer的时间呢 挂牌上市 就能够获得我们公司 为您一次进支付 Escrow和Title fee 就帮助您减免了这个Escrow和Title的费用 所以呢 也是对于卖家朋友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如果您有印象要卖你的房子的话 就是把住宝来跟我们得利奥地产签约 对于买家朋友来说呢 也是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公司 接下来在属于这家上市的这些房源 哦Summer Splash 太好了 所以卖主和买方都会占到这个便宜 不管是中国人或者是哪一个国籍的人 哎呀总是觉得自己的成本低一点就是好事 殊不知国税局老是惦记着我们的钱 好这是笑话也是实话 好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嘉宾 她是Pamela陶 她是代表德利阳地产公司 那她在这个公司呢 她是担任华人市场营销 也是最忙的一个部门 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再继续探讨下面一些很重要的话题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私生房屋贷款专家 她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杂症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的Podcast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手机上登录sv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 首页下方点一下Broadcast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请记住登录svcmedia.net 首页下方点一下Broadcast Play按钮 就成了 GMCC万动贷款自身贷款经济降码 推荐各种江口笼买房贷款方案 查收入10%首付 贷款额可达200万 1-4单位投资户买房贷款 首付最低25% 额度可达500万 自雇人士使用银行入账和1099表作为收入 不看税表 高资产客户使用资产贷款 无需雇主和收入资讯 投资房买房贷款 不看任何收入资讯 请致电降码408-858-3198 408-858-3198 月月免费咨询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在耶鲁史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免疫校船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408-286-1707 286-1707 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保证品是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国卡哦 各式各样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所记录永和超市各地 天天电话408-253-6682 听着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Pamela淘迪利亚Realty的时间 Pamela Sundersplash这个活动 听着就非常吸引人 能够帮助到卖家 省下不少escrow和title的费用 另外我们知道 德利洋地产在帮助客人卖房方面 非常厉害 不仅有一条龙的服务 帮助客人省心省力 还总能把房子卖到最高市场的几十万 甚至高过百万的价格 也请Pamela在这里和我们介绍一下 贵公司的秘诀 好吗 好的 我们公司呢 是湾区最大的地产公司 第一 曾经获得过无数的 top one 房地产销售团队的称号 主打代理 买卖 湾区市场的房屋 一旦 我们代理您的房屋呢 就会为您提供免费的一条龙物 从头到尾陪伴您整个卖房的步骤 因为我们知道要想把一个房子卖到有好的价格呢 会经历许多反腐的步骤 是没有一个个人可以全面有效掌握这些步骤 那我们公司是作为一个团队为您去服务 这样帮助您省心省力去把房子卖到高价 那我们在卖房这边呢 会有一位专门的室内设计师 在一开始与您接洽 他会提供专业的建议为您筹划 监督房屋上市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如果你的房子在上市前呢 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造 他们都会安排好工期 联络好所有的供应商 另外还会协调房屋的检测团队和 station团队呢 来帮您做好房屋的准备工作 把你的房子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然后送到市场上去卖 接下来我们还有就是专门的法务和税务咨询服务 这些也都是全部免费提供给卖家的 会帮助卖家完成所有disclosure的环节 那这个环节呢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如果没有经验的卖家呢 我是强烈建议要去寻求一个专业的人士去帮助 减少法律的纠纷 在税务方面呢如果有疑问呢 比如说卖房的时候应该如何减免你的税务啊 这些问题呢我们也都会提供免费的资讯服务 接下来在房屋上市的时候 如何要做好市场营销 尽量通过全面的广告来把你这个房子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买家知道有这么一套房源 吸引他们来看房 我们公司的市场移交团队呢 可以说是在湾区房地产界呢是最长的一支团队 对于每套我们接手的房屋呢都会做一个非常定制化的一个营销方案 包括我们会给房子拍专业的摄影视频作品 然后制作专属的定制网站 会做一个精美的手册 这个手册呢是会直接邮寄到钱在买家的家中的 所以买家就直接可以看到啊原来在有市场上 就当上市一个这么漂亮的房子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做非常多的广告 包括在主流的报纸 杂志上 电视上 网络上去刊登所有观影这套房子的广告 并且呢我们是使用中英双女去为这个房屋做好广告的 在marking方面呢是不低成本的为每一套房子去做宣传 就是为了吸引到更多的买家前来看房子 然后大家一块去竞争 一块去比点把这个房价抬高 最初卖到一个最好的价格 房屋上市之后呢我们会举办长时间的open house的活动 对于一些特别的房屋呢我们还会进行一些有主题的开放参观活动 来吸引更多买家 接下来就是到了买卖交易环节了 那我们有专业的listing manager呢 和买家的经济去谈判 帮助您拿到一个最好的offer 像我们的Audreyson 他就是德里昂地产的 在这边工作的时间非常长的一位专业的listing manager 并且他也是说中文的 所以我们的华人客户呢 是完全可以通过Audreyson 来协助您去做好卖房的工作 总的来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团队为您服务 并且呢全程都会说中文 从最初的接洽房屋的设计 市场营销 到最后销售环节 或是有会说中文的同事为您服务 听起来真是太棒了太完整了 感觉和你们贵公司合作 可以让卖家朋友省心又省力 所以卖家朋友们不如趁着德里昂正在推广summer splash的促销活动 来和他们签约卖房 如果有卖房需求的听众朋友 应该要怎么样才能联系到你们呢 如果有卖房的听众呢 可以直接拨打650-785-5822 来联系到我们的中文团队的卖方Mindian Ogerson 那他会为您提供 具体的summer flash 促销活动内容 以及更多卖房方面的详细信息 好的 Pamela 到了最后房源介绍的环节了 我发觉今天要介绍的西屋又特别多 我们都在盼望这个时段的来到呢 嗯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几套 最近一两周上市的房源 那在本周末呢都是有open house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登陆到我们官方网站 zaleonmulti.com 或者是微信的公众号 zaleon underscore USA 来获取具体的open house的时间 首先第一套是 我们挂架是5.988 million 房子呢非常新是在2018年新建的 而且建筑质量非常高 内部呢是以现代化的设计 以及现代化的flow plan 来打造的 房子一共是两层楼 那一层楼呢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积极空间 这里包括客厅餐厅和厨房都是联通的 啊也是非常啊足够一家人的这个舒适生活 那一楼还是有一个主摩 以及可以打造围书房的房间 客厅设有一片大片的玻璃移门 让家中充满了自然的光线 并且可以通过这个移门呢 是直接步入到户外去享受过远的阳光 那里下一层楼呢设有多个灵活使用的空间 其中包括在提格堂里的剧院 以及一块最长大的修宪空间 八台区域和其他三个房间 啊嗯是足够啊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使用了 嗯哼第二栋也在pala auto 是的啊第二套房子呢 位于pala auto的1436heifer avenue 那这套房子是在另外一个社区 叫做community center 它的地理位置呢也是非常好 位于一条绿树成荫的宁静街道上面 房子设有7房5.5玉 居住面积4511平方英尺 占地7351平方英尺 要驾驶5.748面点 这个房子的居住空间好大啊 4511平方尺 是的要比之前一套房屋更大一些 这套房子的外部呢 是采用了维多利亚风格的设计 室内铺设了一亩地板 达到了天花板石膏线条 还装有高端品牌的灯具和大理石的试面 房屋间呢它是包括了办公室 厨房 这个厨房是可以直接连通家庭房的 那么还有宽敞的客厅 以及可以用作游戏室 或者作为媒体式的另一间客房 家庭房 其间卧室呢是平均分布在每个楼层 主套房呢非常舒适 那是有壁炉 Walking the closet和大浴缸 那户外呢是非常的宽敞 宁静也充满了阳光 啊后院里面是有 郁郁郁郁郁的草坪和在顶棚的一个萌囊 并且它有一个individual的一个studio 是附带了电动汽车充电器 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房屋的地理位置非常优劣 父亲就可以到达附近的两个公园 开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Pala Auto市中心 孩子呢也是可以就读Pala Auto的名校 哇好棒 再来一栋Pala Auto的豪宅 这套房子呢 豪宅价钱不好 对这套房子是位于Pala Auto的Barrant Park社区 那这个地址是610Chimano Drive 这套房子拥有四房三位 居住面积是2241平方英尺 比之前两套要小一些 土地面积呢是5311平方英尺 卦价3.788米 房子呢它的前院是新种植了新的景观 内部设有高桥的天花板 宽大的窗户以及刷了新的油漆 为整个室内的空间带来更多的光线 并且营造出了一个清新的气氛 室内是以一个现代的ZoPlan去打造 房屋的亮点包括开阔的体积室 便利的办公室以及可以直接通向户外的家庭房 房屋的两个楼层呢也都设有卧室 楼上的主套房设有work-in的closet和 spar浴缸 后院呢是设有郁郁葱葱的草坪 铺砖的露台和一个独立的工作室 那里可以打造为近或者是余家室 房屋的地理位置也很优越 可以附近就到达一流的学校 以及Fall Park 距离California Avenue的商店和餐厅呢也都很近 并且前往101-280号高速公路呢也都非常方便 我们还有两套房子要上市 一套是位于Nenlo Park的305 Gloria Circle 这个房子所在社区是Nenlo Oaks 是非常好的社区 房屋拥有四房3.5玉 面积是3000平方英尺 占地14000平方英尺 要价4.998Million 非常适合一个小family的家庭去住 那么另外一套房子呢 是位于Palo Alto的171号Average Avenue 这个房子是有四房3.5玉 位于Palo Alto的市中心 距离Palo Alto市中心的University Avenue 就真的是几步直角 可以直接walk去的Palo Alto 房屋面积2400平方英尺 占地不大2800平方英尺 好的 那以上就是Pamela 今天替大家带来的房源 如果大家 对某一栋房子 或几栋房子有兴趣的话 请先登陆 德利昂地产的官方网站 德利昂realti.com 来获取房屋详细的介绍 还有很多精美的图片 保证您看了会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Pamela今天非常感谢您 替我们带来这么多高质量的房源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以上介绍 德利昂代理的房屋感兴趣的话 请登陆德利昂的官方网站 dlianrealti.com 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 请接电650-785-5822 650-785-5822 谢谢您了Pamela 那期待下一次再相会 祝您的事业蒸蒸日上 谢谢您 谢谢独自然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好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才今天立即主持人的品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才今天立即主持人的品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